在基辅市中心 防空导弹紧急发射 但还是未能拦阻大量的自杀式五元机攻击 17号清晨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社府秦克区 一连发生多起爆炸事件 基辅市市长克里契克在推特表示 17号上午共有28架无人机飞往基辅 虽然大部分无人机都被击落 但仍发生了五起爆炸事件 导致当地树洞民粘毁损 一名妇女死亡 三人住院治疗 另外还有一人被埋在瓦砾堆下 仍在搜救当中 有媒体拍下在爆炸现场发现的无人机残骸 另外俄罗斯正与白俄罗斯军队共组联合部队 白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 将有9000名俄罗斯士兵驻扎在白俄罗斯 以保护白俄罗斯边界 不过外界担忧 白俄罗斯部队恐怕会加入俄罗斯军队 一同侵犯乌克兰 中一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撞开会议 预期欧盟通过决议 加码提供乌克兰5亿欧元 约新台币156亿元的军事援助 以及一项训练15000名乌军的任务 东民外交官员认为 这项任务应该会在下个月开始运作 新唐雅开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